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真线 那么我们就得来谈台湾这边的最新动向 因为呢俄罗斯啊所谓的内乱滑遍内部的这个内战 没有打响这个呢让很多啊这个啊对啊 这个我们想要叫做蓝黄支持者啊非常的这个失望 同样呢对台独分子也很失望啊认为呢好像那边打了内战了就不稳了 中国也要塌方了啊可以在这边逍遥快活了啊 对吧继续可以苟延残船但是我说过了啊 24号发生的这个事情包括这两天啊 解放军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表态啊再加上对吧 应对美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啊 到达这个台湾这边来啊落实一些什么武器的这种政策啊 呃也是派出了这个相应的战备警训啊 那么也就是告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打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啊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呢我觉得台湾这边西方对台湾这边的这个求生欲也是非常强烈的 包括我刚才讲的我说兰德公司说呃这个台湾撑不过90天 一个半月啊看似好像嗯你看中国大陆还是很厉害的 你看还是会把台湾给收复 但是有90天啊9个小时有没有我也表示很怀疑 但是呢现在又有另外一件事情 俄罗斯的战舰出现在台湾东部 这个让台湾各方面又是非常紧张的 中俄外交暗藏玄机 警方普丁借联合巡航引爆台海冲突啊 这是我讲的可能普京直接先先打台湾都有这个可能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暂时躲过了瓦格纳兵变的危机啊 他们这个话啊第一条这个话说的就让我觉得想想笑啊 暂时躲过了瓦格纳兵变的危机啊 让他们很失望但是乌克兰战场上的困局却更加严重 连中国都开始拉开与普丁的距离 避免受其牵连 但是另能担忧的是啊 普丁最近不仅在外交上紧紧抓住中共 甚至派进在台海呼吁共军的常态性战备警训活动 两岸之间的军事紧张啊 关系可能成为普丁点燃台海冲突的绝佳舞台 对于即将垮台的普丁来说将是一个四两不切斤的绝佳机会 即将垮台的普丁 普丁怎么垮台呢 蔡英文有可能垮台啊 中华民国有可能垮台啊 而这次是避难的 中国中国欧盟大使傅聪 两周前在欧盟与中国的商业论坛上 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 中国没有理由支持乌克兰收回 包括克里米亚与乌东顿巴斯地区的被侵占的领土 其实早在今年四月 傅聪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曾表达类似言论 当时也还强调中共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所谓中俄友谊没有上线的说法 仅仅是一种羞辞 不应被曲解 不过 傅聪的说法被认为是在政治上对拉拢欧盟所做的策略性言论 因为中共外交部并未呼吁护衆的说法 但也看得出来中共对普丁的态度已趋向于保守 上周瓦阿根纳的军事集团兵面事件后 俄罗斯副外长紧急访问中国 与中国外长紧急进行会谈 会后中方发表的声明中提到 中俄是友好邻邦及全面战略习俗伙伴 中方支持俄国的稳定繁荣 但是俄方发出的声明中却提及着中国支持普丁 中方虽未否认 但双方的态度已明显差异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虽然外交上中俄双方有着不同立场 与解读差异的关系 俄罗斯却因俄乌战争不利情势而不顾一切的警报中国 过去几年来 中俄间以多次组织海军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实施联合巡航 但在中俄关系泄露微妙态势之际 俄海军却主动派舰接近台湾 台湾所谓国防部已证实 而且下午在伊南东澳外海的26海里处出现两艘俄罗斯守卫及护卫舰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台湾军方为此简派击舰及暗制导弹 严密监视 就在俄军接近冬奥前几天 共军一派出各型战机19架 当然当时正式情况是40几架战机 一个半中队 这种巴斯越岁为海峡中心附近抵达澎湖海域的24海里 对不对 唧唧歪歪的说中共是强行的 那么下面这些 其他他们这些分析呢我也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当然他们这个分析呢我觉得不太到位 但是有一点确实呢响应了老兵之前的这个分析 我说这个普京会不会直接 因为俄罗斯是明确把台湾地区列入 他的这个敌对国家和地区的范围里面的 那么他去打北约呢 显然从目前来看也不太可能 因为就是会引爆 那么在这里打韩国打这个日本呢 这个美国又在这个背后 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这个台湾是最好拿捏的 也就是说普京在这边 有可能逼得中国先去武统台湾去了 或者说就是大家就有个默契 你这边先打一下 先测试测试台湾反应 测试美国的反应 对吧 先把这个台湾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 给他轰轰掉 打掉 干掉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但有的网友肯定不满 中国的事情中国自己解决 我们不需要俄罗斯 对吧 以前有网友也跟我说过 说我们武统就我们的自己的事情 俄罗斯不需要帮我们搞什么牵制 当然要知道 这个 就是说武统这件事情 会统一这个事情 不是什么 什么要搞什么英雄好汉 而是说我们要最稳当的一种方式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背后是美国 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们跟毛泽石盟友 战略上的盟友 那我们这里要武统了 你在这边帮我们牵制一下 很正常 很正常 至少说老乱敌人的思绪 那么同样的 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 也是帮助俄罗斯在牵制美国 我们在外交政治经济上 和这个军事对抗上 都在牵制美国 让美国根本不敢用权力 去对付俄罗斯 权力 把兵派到这个 穿上乌克兰军装 在俄乌战争那里去打仗 这个东西 它是 大家都在系统配合嘛 对不对 那么最近呢 网上又有一种论调 说的非常非常难听 因为最近人民币呢 对美元是在贬值的 现在呢 我看了一下 汇率可能要逼近7.3了 一般在7.2425左右 那么很多人 网上就出了一种论调 包括我朋友圈 也有一些人给我发过来 说我们帮毛子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下场 人民币迅速贬值了 他们的理由是 说人民币贬值呢 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啊 用卢布 换了这个人民币 用人民币呢 去换西方的那些钞票 因为现在不是 卢布跟这个美欧之间的钱 什么欧元 美元不能直接去 去兑换嘛 对吧 那么就用人民币去兑换 人民币去兑换呢 那就把这个 人民币往下打了 那么当然这种说法 对不对 俄罗斯有那么大的 有那么多的卢布 要来兑换吗 要来兑换这些外币吗 对不对 中国会放任这种兑换 这种 这样子 毫无节制的 这个不是这个原因 这个俄罗斯兑换这个卢布 能把人民币对美元 给打成这种下巴上 那是不可能 说我们手里有一堆卢布 我们手里有一堆卢布 跟俄罗斯可以直接结算的 而且在整个上河的框架内 可以用卢布来进行 这个相互直接交易 没有任何问题 事情就是要去这么去做 但问题是 卢布的规模有那么大吗 人民币贬值的最直接原因 现在是半年结 懂吗 也就是说 这段时间是任何外资 在中国投资 他要在中国赚的人民币 他要兑换成美元 或者兑换成欧元 这些钱汇回自己的母国 这个才是重点 就在中国结的 就是说赚这个钱 结了 然后换换换换回去 懂吗 这个半年结 它就是 对美元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人民币就是会 这个阶段性的贬下值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是一个经济规律 因为你毕竟 你这样贬的就代表什么 这代表很多外资在中国 不停的在这里赚钱 跟中国就更加紧密了 如果将来要制裁 他们也是要掂量掂量的 那就说明在中国能赚到钱 能赚到钱就能什么 牵制他们 就能掌握他们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说不要去听网上扯什么 什么卢布在这换 很多人支持俄国的呢 也会认为 是啊 也不吭声了 我们支持俄罗斯 但是呢 我们吃点亏就吃点亏了 但其实这个情况不是这样子 卢布能换多少 他要换多少呢 对不对 他换这个钱 他要到西方去投资 或者要去西方 现在西方不允许 用美元用欧元的地方 不允许俄罗斯人去了 去全部都他妈的给你驱逐的 你说他们要这些钱去干什么 对不对 在上河的框架里 这些国家都是可以互币 本币相互结算的 他要那么多美元 那么多欧元干嘛 要的话也是一些负能 他可能去西方国家 不是去哪边 去多多价旅旅游 他需要这个钱 对吧 所以说不要扯得这么大 听上去让你觉得很夸张 对吧 动不动就是 网上你看 对安徽卢江中学 那名学霸 进行网报 说小鼻嘎子 小将 文革小将 387分 你屌什么屌 是不是学习不好啊 所以你要 你到西方去不就好了吗 你支持你的那一个伟奴教 那个老师 你不就能考虑 600多分了吗 你看看这些人多么邪恶 所以在中国现在 这个舆论上面 在中国的舆论上面 这里来搞破坏 来瞎搞的 非常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 时刻提醒自己 看到这些屌的东西 你第一反应就是 要好好的审核它 这个文章到底正不正 因为现在这个网上 这个假消息太多了 什么动不动 他妈妈那个逼得 乌克兰已经打到莫斯科了 这边仗打不下去了 不行了 对吧 就像我昨天讲的 连北约的欧洲司令 都说 乌克兰打得太拉话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说 俄罗斯不行 这就是资讯战的恐怖 什么卢布换人民币 把人民币给高贬值了 我们为了俄罗斯 牺牲了我们自己的一切 还在那个地图上面画 什么毛子吞并中国 多少领土 怎么怎么样 西方国家从来没有 占领中国一寸领土 那他们都是老皇帝了 那些都是老皇帝的事情 再说了 再从毛子手里丢掉最多领土的 除了清朝以外 就是中华民国 外蒙古被搞独立 藏男 被这个印度霸占 对吧 当时连他妈东三省 都可以直接割让给 关东军 张学良都不抵抗呢 对吧 那跟中共有什么关系 中共执政到现在 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人家说 江泽民当年跟99年 搞的那个中俄刊定条约 那么你去跟毛子说 你这个领土都归我 然后呢 又搞了毛子成兵一百万 在中国边境 对吧 又拿这个核弹来威胁我们 我们去跟他搞 美国不是得利了 我们的交通 我们的国土自然资源部 上面很清楚的 地图上都画着这些 我们曾经的故土 就是说将来有一天 在适当的时机 就是要把这些领土 给他弄回来的 但是现在是这个情况吧 现在的敌人是谁 是美国 那些领土的这些事情 都是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在搞 所以在这个网上 说这些话 我觉得这些人非常邪恶的 你应该去跟台湾讲这个话 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嘛 你应该去问他们 你们怎么把外蒙古给搞丢了 你们到底怎么 这个关东军怎么都不抵抗呢 对吧 这个南沙群岛的这个中叶岛 怎么被菲律宾给霸占了 你们是帮他妈逼得自那建筑 你们在干嘛 所以说现在在中国这个网上 这个舆论的这个争夺战是很激烈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 然后还有中国现在出台的这个对外关系法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就是北京的意识 现在就是给你搞外部的 就是这个标准的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再搞韬光养晦了 就是以战崛起了 就跟你美国打心冷战了 就跟你美国干到底了 对吧 印度和菲律宾同意开始谈判贸易协定 加强了国防关系 面对中国在南沙群岛海越来越强硬的立场 菲律宾和印度正在靠近 两国同意开始谈判贸易协定 加强国防合作 并强调需要执行联合国仲裁法庭 在2016年做出的南海问题的裁决 对印度报业托拉斯新德里报道 正在印度访问的菲律宾外长 与印度外长周四6月29日 宣布双方同意开始就双边优惠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并承诺加强国防合作 特别是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 因为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展示越来越强硬的立场 该报道说 菲律宾外交部长恩里克·马纳洛 在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进行了深入会谈 中方还强调需要执行 双方还强调需要执行联合国仲裁法庭 在2016年做出的关于南海问题的裁决 联合国什么仲裁法庭 南海的裁决 另一据印度媒体说 印度和菲律宾之间的国防和安全关系 正在处于上升阶段 去年1月 菲律宾与印度达成了一项3.7亿美元的交易 向印度采购三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 一份声明说 双方强调印度和菲律宾在自由和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地区有的共同利益 并强调了和平的必要性 据维基百科介绍 布拉莫斯是一种超音速巡航导弹 可以从潜水艇水面舰艇 飞机和地面站发射 它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和俄罗斯联合开发 双方为此成立了一家联合公司 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四轮有限公司 那么印度执行美国的意志了 跟菲律宾搞关系 意思就是说 美国认为的可以牵制中国的国家 印度也都是认为可以牵制中国 跟菲律宾搞联合怎么合作 你印度不要他妈必须昏头了 如果印度要昏了头 那中国肯定会对印度采取很多一些措施的 所以我也非常支持上海交大的教授 陈教授他说的 要主国国家要出台策略 去打击印度的现代化 同样的还有一点 要不停地削弱印度 牵制印度 他在南海来搞个几八宝 就他那种海军力量 能在南海来搞事 对吧 当然美国想把他引过来 所以菲律宾跟印度这种逼样子 我们他妈就是要采取强硬措施 不要跟他们任何客气 就跟他们搞 就跟他们搞 所以说菲律宾跟印度 想要联合 联合你妈逼 你先问中国 现在就是你在中国这边 你能够联合吗 南海就把你们给阻断了 解放军我觉得要多去印度战门口 多去搞搞军事演习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对吧 太太屌了吧 这个印度 想要到处占便宜 别扯淡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 澳洲研究 若北京封锁台湾 全球经济损失达2.7万亿美元 似乎是08年 全球金融危机损失的两倍 所以大家你来看看 打一个台湾 封锁一个台湾 全球经济损失2.7万亿美元 这多么夸张 这多么恐怖 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 我很好奇 这数字怎么算出来 我真的非常好奇 但是他一定要在全球强调 台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保卫台湾 要关注台湾这边 一个破台湾 对他牵制了他这么 牵制整个西方这么多的外交资源 我也觉得是他妈的 真的是挺夸张的 美国务院同意两厢对台军售 价值超4亿美元 主要是包括高爆燃烧夜光弹 多用途弹和训练弹 总成本在3亿 3千220万美元 高爆燃烧夜光弹 反正 还有一些训练弹 反正这些军售 对我们都是 不太好的一个消息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 武统台湾 加快速度 谢谢各位支持